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光在国外强硬 在国内也是强硬无比 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内甲德总统上台后将革命援军拉夫桑贾尼的儿子和女儿抓进监狱 对于内甲德来说 为何这么做呢 有三个目的 拉夫桑贾尼那可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元勋级别的人物 资历比哈梅内衣还要老 被称为霍梅尼的左膀右臂 那是非常强悍的 而且拉夫桑贾尼做了八年总统 掌控伊朗政局长达二十年 是伊朗改革温和派的领袖 是伊朗最大权力人物之一 连哈梅内衣都拿他没办法 但是 内甲德总统上台后 不但激励了打压拉夫桑贾尼 而且在2012年 先后将拉夫桑贾尼的儿子和女儿抓进了监狱 到现在都没放出来 在2012年9月22日 内甲德总统下令 以煽动判乱罪以及贪污腐败等罪名 逮捕了拉夫桑贾尼的女儿法埃德 在9月25日 又将拉夫桑贾尼的儿子麦赫迪逮捕 罪名也是差不多 这其实就是在太岁头上动土啊 很多人都说 内甲德之所以有现在的下场 被抓进监狱 就是因为在太岁头上动土 动了连哈梅内衣都不敢动的人 那么作为内甲德来说 为何要这么做呢 其实有三个目的 第一 为民除害 在内甲德上台之前 伊朗20年时间 都是以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等为首的改革温和派主政 搞了自由经济 并且跟西方改善关系 但是这些经济政策 虽然使得伊朗国家面貌好转 但是发展的利益并没有落到普通百姓的头上 而是被一些权贵拿走 而其中 拉夫桑贾尼的儿子和女儿就是典型 他们获得了大量的财产 长期在欧洲生活 所以内甲德这么做 那也是为民除害 践行自己坚决反腐 为民谋福利的诺言 第二 打击改革温和派 对于内甲德来说 之所以能够打败拉夫桑贾尼 一切贫苦